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就继续跟各位介绍 这个嵌入式系统相关的一些硬体的环境 那我们上次有跟各位大概提到的就是说 嵌入式系统有分两种可能的 两个基本的大类 就是说你要发展什么样的嵌入式的系统 一种就是你进行硬体的开发 一种是进行所谓的嵌入式软体的开发 嵌入式硬体的开发又分成几种可能的存在的形式 一种形式是你自己要设计 一个新的系统晶片 或者是自己的CPU 或自己的一个桌边的装置 这样子 所以第一大类是属于 硬体开发是说 你要设计一个自己的新的SoC 那第二大类呢 就是说你是拿现有的SoC来 你把它整合成一个嵌入式的系统的环境 拿现有的SoC 你自己不重新做SoC 可是呢 你拿现有的SoC来 都成一个嵌入式的平台 这第二种可能的存在的形式 那嵌入式软体呢 大概也分成几种形式 一种形式呢 是你是开发一些系统软体用的 比方说Bootloader 比方说Embedded OS 那通常你会发展这些系统软体呢 多半呢 都跟硬体的开发是有关系的 所以一个硬体的开发者呢 大概不可能只光开发CPU 或者开发SoC 他必须连带的发展一些系统软体 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说 软体的部分分成几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说 你是开发系统软体的 多半是跟硬体有很大的关系 那第二大类呢 就是发展一些应用程式的 比方说各位呢 可能会有开发像iPhone 或者是像Android Phone 像这样子的嵌入式的软体 那这些软体呢 各位也是放在嵌入式系统上的执行 比如说手机 手机是嵌入式系统 所以因此呢 应用程式的开发呢 第二种形式呢 就是属于嵌入式应用程式 或嵌入式的服务 相关的一些软体开发 所以基本上 我们会跟各位介绍 四种可能开发的环境 包含硬体要自己设计SoC的 利用SoC设计嵌入式平台的 发展系统软体的 以及发展应用软体的 这四种不同的形式 简单说明一下硬体的 开发的几种可能形式 它的简单的流程 我们刚刚讲第一种可能形式是 你自己要开发自己的SoC 叫系统晶片 什么叫系统晶片呢 简单来说呢 这个IC里面包含了CPU之外呢 其他各种可能会应用的周边的一些硬体 大概都在一颗IC底下 所以呢 可能这个CPU里面有memory 可能这个CPU里面有硬体的加速器 甚至于有可能一些周边的硬体的一些设计在里面 比方说可能USB就在里面 可能Bluetooth就在里面 这样子 这种叫做系统晶片 所以系统晶片 所以系统晶片呢 跟CPU 不太一样 基本上它把所有的东西 系统 全部放在一个 单一的晶片上 然后把它制造出来 所以第一种 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种可能的形式 是叫做系统晶片的设计 那系统晶片设计的设计者 在IC设计公司上的产业算是相当的 发展非常好 所以台湾有非常多很有名的IC设计公司 那在IC设计公司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在发展系统晶片的一些硬体的设计 以及相对于那些软体的设计 系统软体的设计 那它提供给它的客户呢 它的产品呢 就是系统晶片的IC 以及一些最基本的系统软体 它把这个东西交给了它的客户之后呢 它的客户呢 就可以拿这个平台呢 去开发所谓的应用跟包装 把它包装 所以很多人呢 可能都用某家的系统晶片 可是呢 他们产品呢 可能长得会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讲的第一种情形 就是说 这个公司呢 这个IC设计公司呢 它是用来开发系统晶片的 好 那我们讲系统晶片的开发 系统晶片的开发呢 不外乎呢 就是定义它的系统晶片 要达到的功能 所以系统晶片公司呢 必须搞清楚呢 到底它设计出来的是 是大象还是小猫 它搞清楚 所以呢 但是之前呢 就要花很多时间呢 去做一些市场的调查 去研究 到底呢 绝大部分的客户呢 会让一个长什么样子的系统晶片 好 这时间要花相当长时间才能知道 这个 大概长什么样子 你做出来的东西呢 如果呢 百分之九十的客户都不满意 百分之八十的客户不满意 别人就不会买你这颗 系统晶片 可是呢 你这张系呢 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 所以你必须要确定 你这个SoC呢 让大家 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你有Bluetooth在里面 你有这个 2D加速器在里面 你有一个 ARM 9的CPU 你有一个 这个 DSP在里面 你的系统晶片的规格呢 必须要先搞清楚 不然的话呢 你做出来的产品呢 就四不像 A也不爱 B也不爱 C也不爱 所以通常系统晶片的设计呢 都是针对某个应用的 比方说 你就看这个TI 德州仪器的公司 他觉得说 这颗IC呢 这个系统晶片呢 是用来给你做 数位照相机的 那就是他认为呢 这个晶片上的功能呢 周边呢 大概呢 可以让你满足你 作为一个 照相机呢 需要的东西 他说这个晶片呢 是适合做 做所谓的这个 smartphone 智慧型手机的 显然就认为说 这个晶片的设计的目的呢 它的周边呢 还有几个CPU 几个DSP 几个加速器 他认为这个晶片呢 是符合你这个 一个智慧型手机 会用到的 所以呢 系统晶片要有 它的目的 那系统晶片的功能呢 可能会大过 使用者的需要 比方说 客户说 我只要一个DSP 那我不需要加速器 那这时候呢 客户呢 就会去考虑呢 到底要用你的晶片呢 还是别人的晶片 这个我们之后 再跟各位讲 我们先跟各位讲 第一个阶段 如果你是一个 系统晶片的设计公司 你要设计 迁入式 或是系统晶片的硬体 那你要怎么做 好 比方说我是某家公司 我说呢 我要做一个系统晶片 是给这个 手机用的 那我认为 这个手机呢 应该是一般的 这个 可以打电话的手机 具有彩色荧幕啊 然后呢 LCD有多大啦 然后支援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Bluetooth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就开了一个 系统晶片出来了 那可是我的系统晶片呢 有很多的部分 是我不会做的 比方说 我不会做CPU 我不会做CPU 那我不会做 系统会流排 我不会做Bus 可是呢 我会做Bluetooth 我有一群工程师 他会做Bluetooth Hardware的设计 跟Software的设计 这时候呢 你就必须考虑呢 这个系统晶片呢 有一些部分呢 要跟别人去 license 去买来 去买来 比方说 我发现呢 我这个手机啊 我的CPU呢 大概呢 需要 这个多少的速度 那我认为坊间啊 达到这个速度呢 价格又便宜 又能省电的 我发现呢 Arm7不错 于是呢 我就跟Arm这家公司说呢 你可不可以呢 把你的Arm7的设计呢 卖给我 那我呢 把它整到 我的系统晶片里面来 所以SoC呢 就有这样的好处 就是说 你可以把别人的 硬体的设计呢 把它一起整合到 你的系统晶片里面来 那这个从别人 比如刚刚从Arm这公司 转过来的这套设计 文件啊 也好啦 程式也好啦 layout也好啦 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统称叫做 硬体的制裁权 硬体的制裁权 所以我去跟Arm呢 去买一个 所谓的硬体制裁权 或者我们叫做 Hardware的IP IP叫做 Intelligent Property 就是所谓的制裁权 那所谓 Hardware的IP呢 就是管办的称这些硬体的设计 layout APGA啊或者是 very low code 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去跟 这个Arm呢 去买这个 Arm7的IP来 我就有了 CPU了 那我就可以自己 不要做CPU了嘛 因为我在做一个手机 手机包含CPU Memory Bus 然后Bluetooth 我正好懂Bluetooth怎么做 我懂GSM怎么做 那这两块我自己做 其他我就跟别人买 于是呢 他就跟A加呢 买A加的硬体的IP 跟B加呢 买B加的硬体的IP 跟C加呢 把C加硬体的IP买来 接下来呢 自己呢 就开发自己的 Bluetooth的硬体模组 再来就开发自己的 这个 GSM的模组 接下来呢 就把这些模组呢 整合在一起 成为一颗 随着系统晶片 OK 所以呢 IC设计公司呢 并不见得是从头到尾 都自己做的 他可能跟别人整合的 那 但也有一些 IC设计公司呢 他不做SOC 他专门生产硬体的IP呢 去卖给别人 比如说ARM ARM就是设计 更好的CPU 把CPU license给不同的公司 这样子 这是商业的策略 这样子 那也有一些公司 比如说我是做USB3.0的 我就把我的USB3.0 卖给 主机板做 南桥北桥晶片的 系统晶片厂的人 这样子我也可以 成为一个公司的 运作 营运的模式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千润式硬体的设计呢 最早呢 最最最最最 最有几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 它本身设计 系统晶片的 台湾很多著名的 IC设计公司呢 都叫做 SOC的设计公司 整合成系统晶片 那这种晶片 设计出来之后呢 它把这个 各家硬体的IP都买来 买来就整合成一颗 这个SOC之后呢 它就必须把这个设计呢 交去给 专门生产IC的公司 在台湾就两家 最主要的两家 就是台积电跟联电 请他们来把你 生产出这个IC出来 可是呢 在他们生产之前呢 他们必须先确定 因为这个生产 第一个是要花时间 第二个是要花很多钱 那你生产一颗IC的钱呢 可能跟你 的大小有关 你生产这么大的IC 跟这么小的IC 它会占掉的面积不一样 它的价格就差很多 所以呢 生产一颗IC是很花钱的 所以呢 你不会贸然的 就 等来就 丢出去给人家生产 不会的 通常你就会在公司里面 先做一个所谓的验证 雏形的验证这样子 所以你把别人的IP拿来 你把自己的IP开发出来 把它整合在一起 透过BUS整合在一起 整合好之后呢 你会把这个整合好的设计呢 放在一个验证的平台上 通常这个平台呢 都是所谓的FPG的平台 各位在大二大三 有学过这个课 各位做的可能 比较简单的逻辑 那复杂的 你就要自己兜一个 很复杂的逻辑 CPU GSM Modern 把它兜起来 于是呢 你就必须在所谓的 APG平台上 做验证 那验证是做 功能上的测试 因为APG的速度呢 没有这个像ASIC来的快 ASIC就是所谓的 系统的 这个 就是所谓的IC IC 机器电路 没有办法这么快 APG是它的特殊的制程 因为它是可以 Programmable 的 ASIC是不能Programmable 所以呢 这个 它必须在这种 可以Programmable的环境内 做一些验证 修改 所以我写错了 改一改 把它验证完了 这在验证 所以呢 你在功能面上 在APG上验证 验证完之后 你说这个功能上OK了 所以你可以去准备去怎么样 去 做一些 生产 那通常 这个 系统晶片的公司呢 不敢贸然 一次就下单 就说 我要台积电 帮我生产 这个 500万颗 他不敢做这事 因为他不知道有没有错 所以呢 他通常呢 就会做第一次的 所谓的小量生产 小量生产 他做完APG验证完之后呢 他会把这个设计呢 交给相关的生产单位呢 去做后续的IC生产 包含了 比如说他要做一个光照 他必须要叫别人去生产 这样子 那 这个动作呢 这个动作 就从IC的设计公司 移转他设计出来的成果 去给这个 IC制造公司呢 这个动作呢 我们叫做TAPOUT TAPOUT TAPOUT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设计呢 都会把它录在这个 带子上面 把带 把这个带子 交去给台积电 去做后续的生产 那现在就不是用带子的 可能就是CD-ROM 或者是USB 所以可能现在就叫USB OUT 或者叫CD-ROM OUT 基本上就是 去做这个动作 台积电收到之后呢 当然就把你排 把你排进他们的生产流程里面 因为台积电是 一天到晚在生产晶片的嘛 生产晶片的 可是呢 它的产线呢可能都满檔 它不见得可以把你的 生产排进去 所以呢 各位把这个IC的设计呢 交去给台积电之后呢 他就会问你说 那你要生产多少颗 如果你只是少量的 50颗100颗 他说那你可能要等一等 因为呢 我的一片12晶圆 8寸晶圆 不可能只摆了3-4颗 因为太花钱了 所以你的空间呢 只能占我8寸晶圆的四分之一 那你还等另外四分之三 有人进来才可以一起来生产 这样子所以呢 如果你的量比较小的话呢 通常呢 你就必须排跟别人排在一起 比如说A公司这么小块 B公司这么小块 C公司这么小块 兜起来 他认为这个成本够了 继续生产一片 所谓8寸的晶圆 就剩一片 那一片上面呢 就有各式各样的公司的IP 各式各样的公司IP 那于是呢 台积电就要有这些 所谓的封装厂 封装厂 测试厂 把这些IC呢 就切切切切 一小颗 一小颗 摆在各位IC底下 把线拉出来 拉成一颗IC 然后去做一些 测试验证的动作 那这验证测试OK之后呢 这个IC呢 就回到各位的IC设计公司说 你说的设计呢 出来了 那你回去试试看 这样子 所以台湾在整个IC生产产业 我们刚刚讲光照啦 测试封装IC生产 IC的后制作流程啊 这些工具啊等等 这些非常非常成熟 台湾在全世界 在IC生产这个产业里面 最成熟的 那出来之后呢 就回给你的 所谓的IC的公司 台湾很多IC设计公司 那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IC设计公司 是所谓的Fabulous 就是它没有厂的 这个台湾的几家 著名的IC设计公司 都没有自己的生产的厂 可是呢 通常呢 他都会去想办法呢 跟这个生产的厂呢 保持很好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iPhone现在大卖了 iPhone的IC现在缺货 于是呢 这个Qualcomm呢 要求台积电生产300万颗IC 他说对不起 你等10年 我不想把你排进去 这就影响到 它的生产的结果 所以SoC厂呢 必须要跟它的生产厂 有一定的合作密切 因为这样的话呢 它才会把它的这个单 所以下了这个单 能很快的生产出来 因为呢 IC大卖的时候呢 影响IC 能不能大量出货的 有些时候不见的是 IC设计公司 反而是IC的自成公司 像台积电燃联电厂这些公司 生产好的IC出来这样子 那封装测试之后呢 可能就会有些IC是坏掉的 就是有些良率的问题 那台湾很厉害 就是在台湾的这个IC生产 过程当中呢 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呢 它的良率非常高 良率高代表是 你做一片一千颗就坏一颗 一万颗就坏一颗 良率非常高 那良率不高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一千颗长出来了 一片切切切切切 切完之后呢 全坏了 那你就白生产了 那这个 所以呢这个台积电 联电这些公司呢 很在乎这些环境的问题 比如说高铁过去就说 哎不要 你高铁要有震破怎么办 台电 跟台电讲好说 你要给我百分之百供电 你不供电 你给我断电 我涨到一半 那是什么意思 涨到一半停电了 就涨不下去了 电再来也不能涨下去了 就坏掉了 整批就倒掉了 所以呢台积电对于断电呢 是相当惨重 所以他必须跟他讲好 说啊 你要必须给我供电 你要给我稳定 你不能给我这个 动不动就 就来一个大震动 这样我就可能会受不了 那等等之下 但还有一些什么 无成事故 就听过这些事情 那这叫做IC 那这个IC设计完之后呢 就回到这个IC的设计公司 他想去做测试啦 就是像这个 IC公司 这是我的IC 做完了 手机的系统晶片 我拿来之后呢 我就要帮他做一个 所谓的评估板 因为IC不可能 手机不可能是一颗IC 还有一个评估板 有些天线的部分啊 有些类比的部分啊 有些其他IC你要做 所以你就把 这一个板子呢 把这个IC 就好像各位接805一样 设计一个板子 把805放上来 还有memory 周边啊 什么RS32的转换器 转成一个板子 这个板子 做完这个板子之后呢 跟各位的IC 就去做 软体的验证跟开发 通常呢 通常 软体的验证跟开发 不会等到IC出来才做 之前就先做 我们之后 慢慢跟各位讲 如何在IC还没出来之前 就可以做软体的开发 可是基本上来说 这个IC出来之后 就会有一个板子 就把各位的软体呢 把它跑上去 再跑上去前 大家做些验证啊 可能说糟糕 做错了 所以呢这个IC做错了 损失很惨重 不只是钱 都做错了 这个IC根本做错了 不能动 怎么办 就要重做一次 那重做一次 不是只有钱的问题 下一个这个shuttle 下一个这个光照 可能就要好几百万 看你的大小 很贵很贵 这钱不算 重点是时间 因为呢你一来一回呢 可能就六个月 那有几个六个月 你现在做一个 这个 这个跟这个 iPhone这个 4呢 比的这个IC 做出来之后呢 iPhone扒漏出来了 你还有空间嘛 就没有空间了 对不对 所以呢不是只有速度的问题 不是只有钱的问题 它速度的问题 通常一个IC公司 tap out一颗IC呢 能容忍大概就是一次 再来马上就要生产了 如果你要做个两三次 除非你的口袋够深 或者是你设计的产品 短时间不能想要 不然的话呢 你不太可能容忍 这么 这么 这样大的失败 所以你的IC设计要非常非常小心 你不能说 对不起糟糕 我当时没有想到 我要检查 for i to j j 也没有over boundary 对不起我写错了 来不及了 已经出来了 就会有些问题 所以你要做很多很多 很小心的验证测试 在它送出去生产之前 好 那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说这个硬体 嵌入是硬体的开发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说如果一些公司提供的是 IC设计的 或是晶片设计的工作的话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另外一种 极种可能存在形式 比如说它提供工具的 提供单纯卖硬体制裁权的 做整合服务的 这些都有 所以台湾在IC设计的产业的整个 食物链 整个工作链 非常的完整 所以你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人 帮你去设计 IC这样子 这是台湾很骄傲的地方 那这个硬体的IC出来之后呢 你觉得可能要进行做一些修正 修正完之后再生产另外一个IC 这时候呢 你大概就可以有了 稳定可以使用的IC了 和一些系统软体 我们等一下跟各位讲 这两个是同步开发的 那有了IC呢 跟系统软体这些软体之后呢 你会建一个所谓的评估的环境 叫评估版 或叫做Total solution 就是完整的配套方案 或者是叫referent design 叫参考设计 所以IC设计业者呢 必须针对他所提供的SOC呢 提供给他的客户呢 一个完整的参考设计 我们叫做referent design 或叫做total solution 或叫做turnkey solution 跟他讲这是完整的设计 于是呢 他就把完整设计呢 交去给一些系统整合厂 跟他说呢 我有一颗做手机的IC 你要不要拿它来做你们的手机 这是第一条路 就是说你呢 会去到处兜售 说我给你板子 我给你软体 你只要用我的IC就可以了 所以通常啊 这些系统厂呢 都会说呢 我只算你IC的钱 一颗两块钱这样子 那我送你免费送你这个软体 免费送你这个 这个 评估的参考板这样子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希望这个公司呢 采用你的IC之后呢 大量生产 那之后呢 这个生产呢 就是这个 一块一块 再卖 就一块一块 一个IC 一颗IC再卖 这样子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一种 嵌入式硬体 或系统晶片设计硬体 它运作 或者是 实施的模式 这样子 那第二种呢 就是所谓的 系统整合厂 那系统整合厂面对的客户呢 通常都是一些品牌厂 比方说 Nokia Nokia是做手机的 他问Nokia说呢 Nokia就跟这个 整合厂说呢 说我想要设计一个手机 具备有什么什么的功能 所以品牌厂呢 不见得 会有 IC设计的人 通常不会有 也不见得会有 系统整合的人 通常会有 可是不多 可是呢 品牌厂的责任呢 是负责定义产品 说我要做 一个这样子 这个 白色的 后面有一个苹果的 这种东西 就要设计出一个样子出来 品牌厂 那这个品牌厂呢 会去告诉它的 系统整合厂 比方说这个苹果 他告诉鸿海说呢 你把这个东西 那设计呢 可能呢 一部分呢 苹果呢 就已经做完了 一部分呢 可能要求 这个整合厂呢 去负责帮它整合 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这个品牌厂 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单呢 交给了这个 系统整合厂之后呢 系统整合厂呢 通常不会做设计IC 通常呢都去找 系统晶片厂 来问说 我要做这么多功能 你有IC可以用吗 所以我们刚才讲 是三个不同的阶层 一个是 IC设计公司 提供 晶片的设计 跟SOC 品牌厂 开规格 当然 这边彼此之间 都会有一些 互相的交流 才知道 到底谁的需求是什么 可是工作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 Apple呢 就交去给这个 系统厂 比如说是鸿海 请他做OEM 设计出来 他呢 就去找 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之下 的一些可能的IC 他就问 去问这个 美国 Marvel 问他说 你有没有IC 可以给我 他说我有这几颗 你可以选 去问Qualcomm 官方说我这几颗可以选 这样子 他问这个台湾 几家IC设计公司 都有 系统整合公司呢 就必须针对 这一些 所提供的 Revenue Design 或是SOC 去评估呢 哪一颗呢 才是 比较 成熟稳定 可以符合产品需要的 那有些时候呢 甚至于呢 一个系统整合厂 或者品牌公司呢 都不会把一个东西呢 交给一个人生产 因为他会有 风险的问题 他可能分好几种设计 这样同时生产 这样子 这是有可能的 那系统整合公司呢 决定了用哪一颗 系统晶片之后呢 就会把他的 系统晶片的 所谓的参考设计 Revenue Design 把它拿到 买进公司来 买进公司之后呢 就进行所谓的 迁入式硬体平台的开发 他本身呢 不设计SoC 可是呢 他会针对SoC 所具备的功能呢 做一些调整 比方说 系统晶片给他的SoC 底下呢 有WASLAN 有Bluetooth 他可能就把他的Bluetooth 把它关掉 他说我的产品 没有要有Bluetooth 所以我不用可不可以 你本来加来的设计呢 原本的设计呢 是有USB两支的 因为我要做小 我就把一支拿掉 所以呢 嵌入式硬体的设计呢 会因应的需求 和提供的SoC的资源 做一些增加 或减少的动作 那在做系统整合 所以系统整合厂的工作呢 叫System Integrator 就是负责把SoC呢 把它整合到 用透过提供 这个OEM跟ODM的Service 提供给这些 所谓的Branding Company 来进行这个 产品的生产 这样子 所以OEM、ODM厂就负责 设计、整合、生产 但还包含测试、生产 交给这些 Branding Company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那两种可能的 嵌入式硬体的开发的公司 所具备的工作 包含一个是 系统晶片的设计公司 跟系统整合公司 那整体来看呢 一个比较成熟的 Branding Company 它的获利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各位 看这个Apple Apple是 这个 当然没有问题 获利非常多 那IC设计公司 像Corecom 像台湾的几家 IC公司 也是相当获利的 那中间的系统整合的公司 的获利就比较有限 比较有限 Depent on做什么东西 可能它的 获利就比较有限 好 这是有关于嵌入式硬体的部分 让各位有个基本的概念 我们先把各位的概念先建立起来 我们再慢慢往下讲下去 所以我们说 嵌入式硬体包含 系统晶片的设计开发 以及呢 系统的整合开发 嵌入式软体呢 嵌入式软体的 又分成两种 一个是系统软体 一个是应用软体 那应用软体呢 是比较简单 比较单纯的 你只要 针对这个应用软体的软体架构 或是 程式撰写架构 开始开发你的创意就可以了 目前最popular的 潜入式软体的创意开发 大概就是 iPhone的App Store 我这个 两个礼拜前 去看这个 这一个礼拜前 几天前 看这个 iPad 2 这个 Steven Jobs的presentation 他就讲了 他就 荧幕上就 各位可以去听听看他的演讲 他的演讲 他的演讲数 被称作是非常有名的演讲数 那他就放一张支票 在荧幕上面 他说这个 他写的是 应该是20亿美金 我都没记错是20亿美金 他说20亿美金 他说这个不是 这个20亿美金 是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发给 App Store的开发人员的钱 20亿美金 但听起来好像很伟大 大家要站起来帮 Apple鼓掌一样 可是市场客 不要忘记 Apple Store 抽了user七成的钱 一块钱 他抽了0.7块钱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 后面的故事是说 这个Apple 赚了40亿美金 因为他 提供一个平台 让大家写程式 那写程式 赚了20亿 他赚了40亿 所以 签署式硬体的 签署式软体的开发 跟各位大概提一下 就是签署式软体的开发呢 是指了这些应用程式的开发 通常呢 是比较 软体为主的 好 所以 签署式这个 软体的开发呢 第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应用程式的开发 所以各位要去了解 iPhone SDK怎么写 各位要去了解 Android怎么写 那这样各位就可以做一些 应用的开发了 那 作业系统或者是 所谓的 中介软体的开发者 都会让各位 很容易开发这些 签署式的应用软体 因为 应用软体好开发 代表 应用程式就会更多 机会就会更多 那装置就会有人要 第二块部分呢 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所谓的 签署式的系统软体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Bloader 包含了EmbeddedOS 包含了 这些Java Machine 这些Toolkit iPhone SDK 这些开发 那通常这些开发的人呢 都会跟硬体呢 会有些关系 比方说 我们刚刚讲 系统晶片的设计公式呢 一定呢 在设计硬体的初 同时呢 也必须提供 所谓的完整的软体的解决方案 他不能说 我给你一个SoC 可以做手机的 可是我没有任何的Software User不会想用的 User一定要 问他说 你给我Hardware 你要给我Software 所以呢 第一种 第一个会开发 嵌入式软体的人呢 当然就是 系统 晶片的设计公司 他会去 开发 第一个版本的 或是最 阳春的 嵌入式软体 包含那些Bloader Embedded OS Middleware 这些东西 不见得全部都会做 可是呢 一定会让他有基本的功能 第一个 第二个会发展 嵌入式系统软体的人呢 就是 OEM ODM的系统整合商 他呢 可能是从 嵌入式 SoC的晶片厂 所拿到的第一个版本 最阳春的版本的 Embedded Software 去做包装跟夹子 也有可能从 Public Domain 去找一些 Embedded Software 做Porting 跟整合 也有可能呢 跟其他 专门卖Embedded Software 的公司呢 去买一些Package 来整合 整合在一起 这都有可能 所以第二个 可能开发 嵌入式软体的人呢 系统软体的人呢 就是所谓的 系统整合商 所以呢 我们刚刚跟各位 讲的这个 四种 在嵌入式系统里面 可能会开发的 情境 包含了 系统晶片 系统整合 系统软体 应用软体 两个是属于硬体的部分 两个属于软体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跟各位 慢慢来说明 一个嵌入式的开发的流程呢 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它的开发的工具啊 环境啊 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好 第一个呢 在嵌入式的 硬体开发里面的 系统晶片里面呢 我们刚刚跟各位讲 他为了要验证 他的设计 他除了做那些 Verilog HVHD的设计之外呢 他必须把 周边的 或者是整合的 系统晶片呢 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 验证平台上 那APGA呢 各位在大二大三有学过 基本上是一个 可以Programable的Hardware 所以呢 就可以由他呢 来帮各位验证 各位的设计 所以各位 可以透过写 Verilog Code VHDL Code 来设计各位的硬体 CPU Memory Memory Controll Bus Bus Controll 周边 USB Bluetooth GSM都可以 那一部分呢 是由各位自己开发设计的 一部分呢 是你买别人的IP 来整合的 一部分呢 是 一起合作开发的 所以 这就是一个 所谓的 APGA的 系统的验证 我们叫做 系统晶片的验证开发平台 那这些公司呢 像各位 比较熟悉的 Atera Xilinx 这几个公司呢 都专门去开发 APGA的 IC的 它的目的是 设计得更快 更省电 更大 给抗数更多 那这个IC出来之后呢 你也不能马上来用 你必须呢 要有一个板子 平台的板子 才能一起来用 就好像各位 设计8.5一样 不可能光一颗IC 就可以用 有些人都接脚 很多周边要接起来 所以呢 各位可以 去买 开发板 开发板 那各位在做 系统验证平台的时候呢 又有几种选择 一种选择呢 是说 我觉得目前坊间的开发板呢 都不适合我用 不适合我用 于是呢 我就怎么样 我就 把 跟这个 Atera 买这个 APGA 自己呢 设计一个自己的 系统晶片的 验证开发板 通常呢 在 IC设计公司呢 都会 考虑走这个 approach 因为它有很多 的IC要设计 刚刚一个可能不够 可能要叠一个 三四个 那 我去 IC设计公司参观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桌子上 好大一个板子 手机 好大好大一个手机 很多很多的APGA 那是在验证开发阶段 这是有可能的 第一种Case就是说 你去买 APGA来 自己兜一个板子出来 这是第一种可能情形 那比较 学校比较常见的Case 是去买 已经设计好的板子 那设计版的板子的人呢 可能是 Zilinx或者是 Aterra的合作厂商 有可能是 Aterra自己本身 做IC的板子 所以各位去挑选一个 最适合的板子 比方说 这个板子呢 虽然是 同样一颗APGA的 可是呢 它的周边是设计出来 给你做 这个数位 无线的 通讯的 就是通讯的 那这个就比较适合 各位通讯IC的设计 另外一颗 同样的IC呢 做出来呢 比较像是 这个 这个 DVD的 可以做这个 多媒体的 处理的 那它 虽然是同一颗IC 可是呢 它有板子呢 就比较适合用来做 所谓的DVB 或者是 DVD的设计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首先呢 你就要挑选一个板子 接下来呢 就是各位的APGA 它是一个 Programmable的Gate Array 所以里面有很多NOGate 你可以把它Programmable 你可以去 程式化它 让它具备硬体的功能 APGA呢 跟ASIC不一样 ASIC是 是 机体电路 机体电路就不能Programmable 就是给各位一个IC 这样子 那APGA的好处就是可以Programmable 它的坏处是什么 坏处就是它速度可能会比较慢 比较耗电 但不过 这几年APGA呢 也越来越成熟 慢慢的 你有些时候看到 甚至于有些 嵌入式系统的装置呢 它不用ASIC 它用APGA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它价格合理 省电也OK 而且呢 Gate Array 又足够它使用 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的签论事情 如果放APGA 跟放ASIC 最大不同的是什么 是放APGA 以后呢 就有机会去update 你做一个冷气机 你发现你做错了怎么办 就要回收了耶 如果你今天做冷气机 用APGA做的 搞不好你坏了之后 你搞不好可以做download 远端download 就把它盖掉了 就可以upgrade了 所以目前看到的确是有些 嵌入式系统呢 慢慢不采用 ASIC的方式来处理 反而是用一个APGA的方式来处理 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使用上 APGA 还蛮好用的 所以这是所谓的APGA 大家当然有学过这个数位逻辑的课 都应该有用过这个东西 所以各位会透过一些工具 来开发各位的IC 或是各位的机器电路 那机器电路开发完成之后呢 看是各位要用LAR的方法来产生 或者是各位可以直接写Vlog 或是VHD的code 这code呢 就如同我们在开发软体一样 也要踢过一个流程 来把它变成硬体的东西 包含了你要去做一些Simulation 判断Timing对不对 透过CensusCompiler 看语法对不对 再透过PresentRoute 看它怎么去布在这个IC上面 最后呢 就把它download到各位的APGA上面 所以各位的APGA 就会有一个硬体的环境 比方说我写一个CPU 那我就把CPU写好之后呢 经过这个SimulationCensus 然后呢PresentRoute 就形成了一个CPU的IC的设计 把它下载到APGA里面 那我把APGA版打开 那APGA呢 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CPU在执行 而这一种run在APGA上的CPU呢 我们通常就叫做SoftCode SoftCode Soft 软的 Core就是CPU 那用产生出硬体的CPU 我们叫做HardCode 硬体的CPU这样子 好 那于是呢 你就可以把硬体的部分开发完成了 开发完成了 好 可是呢 光这颗CPU的硬体呢 可能 不能满足各位的需要 光CPU的硬体可能不满足需要 因为各位的SoC呢 是系统晶片嘛 所以系统晶片就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周边的IC 等等之类的东西 所以光是只有CPU是不够的 所以因此呢 你需要把一些其他周边整进来 所以这时候呢 你的系统开发板呢 就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刚刚讲 做APGA的人呢 会设计出一个APGA的板子 让各位做系统晶片的时候 可以用那个板子来设计 可同样道理呢 提供硬体的制裁权的公司 比如像ARM ARM呢 也会希望说呢 你可以用我的板子来开发SoC 因为一个硬体的制裁权的提供公司 如果能提供更方便的工具 让使用者可以来开发的话 就有越多人愿意使用这个工具 台湾在过去几年的国家计划里面呢 做了一些CPU出来 本土的CPU 那现在也在使用 不过呢 为什么面板很快的大量出来呢 其实呢 有很多的系统软体需要开发 工具需要开发 因为使用者不会 只要一个硬体的IP 他不要的 他要一个工具加IP 加软体 所以呢 软体的开发跟系统工具的开发呢 会成为影响这个硬体IP 有没有人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ARM呢 是一个英国的公司 英国的公司 做了好多年都在做CPU 那累积了很多的能量 开发了IC之外的一些工具 一些周边的东西 所以呢 大家在使用起来 但相对起来就比较有竞争的一些 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 人家的确在这边下很多的功夫 那像这样子的公司呢 除了给各位IP之外呢 他通常也会给各位一个平台 让各位可以在这个平台来开发 那这个呢 就是各位的一个平台 给各位参考一下 在这个平台里面呢 他有一个已经built-in的一个CPU 比如说ARM的926 EJS 是ARM公司呢 出产的CPU 那他这个CPU的主要目的呢 是来帮助你 因为本身他的速度呢 是比较快的 因为他是SG制程 他希望你拿这个平台去之后呢 把你的一些要开发的东西呢 可以把它整合到这颗板子上面去 所以他给你一颗 他的CPU 给你一颗APGA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个架构上呢 去开发你的元件 比方说 我是专门做MP3的 有举例 MP3的 MP3的话 我可能需要一颗开一颗SoC 我要开一颗SLC的MP3 可是我ARM CPU不想自己做 我想拿ARM的CPU来做 于是就买个ARM7的开发板 有ARM7跟一个周边的APGA 那我就把我MP3所需要用到的一些 硬体加速啦 等等的硬体软体呢 全部整上去 这个呢 就形成我的开发的验证平台 接下来呢 我就再跟这个ARM呢 License这个ARM7的Core 就可以把整个IC呢 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平台呢 就很适合给系统晶片设计的公司呢 用来开发自己的SoC 在它的CPU想要用别人的制裁权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平台就非常好使用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平台上包含了一颗主要的CPU的硬体的CPU 加上一个APG的板子 还有一些周边的IC等等之类的 还有记忆体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平台呢 就专门是适合于这种SoC的设计公司来用的 但我们说这不只是 这可能是一种可能的存在 他可能这样做 那另外一种可能存在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这样 他自己去兜一个所谓的APG的板子 来自己设计 里面完全没有硬体的Core 可是不管怎么样 最后呢 你都必须把整个SoC呢 交去给这个IC设计的 交去给这个IC制程的公司呢 去把IC产生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流程 好 那各位在开发各位的系统晶片的时候呢 可能会用到相当大的逻辑杂 就是很大的Git Array 你有很大的这个空间会需要 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就必须要增加很多APGA的扩充 那在尤其是在这种这个系统晶片的工作环境里面呢 多半呢就允许你呢去堆叠一些APGA 让各位呢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面呢 可以去做一个设计 设计这样子 好 OK 那各位在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 接下来的部分当然就要设计它的硬体了 好 所以各位要先拿一个工具 去撰写VeryLog Code VSD了 把Code处理完之后呢 把这Code呢 把它下载到各位板子上面的APGA里面 OK 那去执行它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 你如果有些问题的话呢 你可能必须要在硬体的工具上做些模拟 时间的模拟 工程上的模拟 好 那接下来测试正常OK之后呢 下载去之后呢 再透过一些IO桌面的方式呢 来去观察 观察 所以你在APGA的阶段呢 你需要有一些工具 来帮你开发 各位在大二大三上课的时候都有用过 不管是软体的工具也好 硬体的Sniffer Logic Analyzer 等等也好 都可以帮助各位来观察 各位迁入式硬体的开发 所以各位不但是要一个硬体的平台 各位还需要一个硬体开发的工具 来帮各位发展各位的系统晶片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接下来会再慢慢跟各位说明 这个晶片的设计的環境呢 各位会需要什么样子 通常呢 你都需要几个最主要的元件 第一个元件当然就是各位的平台 各位的平台 所以各位需要一个平台 需要一个平台 然后需要有一个 电脑 一个设计的平台 和一个电脑 但是电脑呢 透过一些Logic Analyzer 或透过发展的平台 工具 去连接到各位的 这所谓的板子 那就形成了一个 嵌入式硬体的开发工具的环境 各位在过去有学过这样的一个工具的开发 那这个开发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在它上面去堆加一些软体到这个环境面来 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 你需要有几个重要的元件 一个呢 我们叫做目标版 叫Target Platform 目标版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各位的host computer 所谓的主机的部分 所以嵌入式平台的开发呢 跟一般PC最大的开发差别是 PC的开发呢 通常呢 都是单机开发 就是各位在A machine 上呢 发展A machine 的software A machine 的系统 可是呢 在嵌入式系统里面呢 通常是在A machine 上呢 来开发B machine 的硬体 或软体 所以在嵌入式系统里面 比较常见的是 所谓跨平台的开发 所以跨平台的开发 这大概是各位在做 嵌入式系统里面 第一个会感觉 跟各位PC不同的地方 因为PC呢 都是单机开发的 各位跑 写的software 就是跑在各位的电脑上面 不会说写的software 跑在一个板子上面 这样子 所以嵌入式系统的开发 在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所以各位需要一个 嵌入式的板子 我们叫做目标版 叫Target Platform 一个叫做host computer 所以各位需要 host computer 跟Target Platform 做所谓的跨平台的开发 OK 所以 这是各位的host platform 这是各位的Target Platform 中间呢 通常都会有一个装置呢 把他连接起来 这个装置呢 多半都是用来观察 Target Platform的一些 硬体的行为 比如说login analyzer 比方说debugger 或是ICE ICE呢 全名叫做in circuit emulator 评估器 各位在8051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东西 连在各位的PC上面 要把它插在各位的板子上面的东西啊 那就是各位的ICE 它模拟一个CPU在执行 所以它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detail的行为 让各位在城市开发的时候呢 可以知道 某一个register 某一个memory 某一个address 某个东西是什么 当成的什么样子 所以可以帮助各位做很 很低阶的硬体的开发的工作 这是各位 在嵌入式系统里面最常看到的一个评估的平台 OK 所以这个呢 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说 各位会有一个所谓的目标 Target Platform 有一个host computer 有一个debugger analyzer 或者是一个除错用的工具 这就形成了一个 嵌入式开发的平台 那我们给Fly各位的工具 Fly各位的平台呢 是Target Platform Target Platform 那在这个学习 我们给各位的平台里面呢 并没有给各位ICE 那我们等下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给各位的平台呢 跟各位在做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上 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让各位大概知道 如何来开发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体 好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的呢 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我们会进行这个所谓的 嵌入式硬体的开发 硬体的开发 那各位的硬体开发的环境呢 各位在过去呢 就有练习过硬体的开发 在数位逻辑的可能性就练习过 那所以这是硬体的环境的开发 就是我们刚刚讲 四个开发的里面呢 第一个属于硬体环境的开发 后面三个呢 就是属于软体的开发 或是系统整合方面的开发 那这个环境呢是硬体的开发 在硬体的开发这些工具完成之后呢 各位就必须做系统的整合 跟系统的软体的开发 跟应用的开发 接下来呢 你就需要另外一个环境 所以嵌入式系统有好几种 不同的开发环境 那第一种环境 比较偏系统 晶片设计的环境呢 那我们有一些系统晶片的工具 非常类似于各位在过去修数位逻辑的那些环境一样 那事实上有安排另外一个课 叫做系统晶片的实习 会让各位针对第一种的开发工具呢 跟环境呢做一些熟悉 嵌入式系统的工作呢 比较是基于某一个SOC之后的 后续的整合开发工作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的开发环境呢 比较强调是在后面三者的开发 第一种开发是系统晶片的部分 有系统晶片实习的课程呢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在修这门课 那会延伸各位在数位逻辑上面的一些学习知识呢 到更复杂的系统晶片实作 那接下来呢 在你的IC或者是你的系统晶片设计开发完成之后呢 你多半的需要一个嵌入式的环境 来帮各位开发软体呢 驱动程式呢 等等之类的工具 这时候各位就需要一些嵌入式系统 或是嵌入式软体的开发环境 接下来 这个环境呢 就是指的是指各位嵌入式系统 或者指各位嵌入式系统软体 或是各位嵌入式的应用软体的开发环境 包含了一个评估板 这个评估板 什么叫评估板呢 就是个我们称的目标板 目标板或评估板 这个目标板或评估板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说各位未来呢 会生产的嵌入式的板子的 一开始的雏形板这样子 所以这个板子上面呢 有各位本来就应该具备的系统晶片 或者是各位的嵌入式的IC 之类的东西都在上面 各位需要有两个环境 两个平台才能开发这样的环境 一个叫做目标板 或叫评估板 一个就是各位的所谓的host computer 那这两个之间呢 再用另外一个debugger呢 可能是IS 可能是logic analyzer 可能是一个机器呢 来把这个机器两个连住 所以各位看到的是一个PC的开发环境 以及一个IS 一个debugger 一个装置 另外一个评估板 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画成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个是各位的host computer 一个是各位的target ball 一个是各位的IS IS叫做in circuit emulator 就是各位用来debugger 或是用来看板子上面的行为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简单说明一下 各位如果已经有了一个target platform 如何来开发系统 嵌入式系统 以及呢 则会整合出来 各位的嵌入式系统 以及呢 开发嵌入式的环境 这样子 那这个target ball呢 不外乎呢 就是各位未来呢 要生产出来的嵌入式系统的板子 比方说各位的手机啦 各位的电视机的控制盒啦 都是一开始都长成这样子的 那各位呢 要来对它进行系统的开发 跟软体的开发 那target ball上面呢 多半都会有一颗CPU 或一些memory 或一些周边的装置 我们之后会有机会 再跟各位更仔细来看 这个板子上面的结构 那另外呢 就是各位有host computer host computer上 会有各位的软体工具 然后各位把程式撰写好之后呢 把它下载到各位的平台上 基本上嵌入式系统的平台呢 发开发呢 都会透过所谓的跨平台的开发 这是嵌入式系统最特别的地方 因为一般我们的PC呢 都是一般在PC上开发 PC上执行 不会分两个地方执行 所以这是最大的差别 就是嵌入式是两台机器的 为什么两台机器呢 因为呢 通常呢 这个所谓的目标板呢 都是运算能力比较差 记忆体比较有限的平台 所以这个目标板呢 是各位的手机也好 车子的机器也好 或者是各位的冷气机的控制盒也好 或者是各位的 这个projector的控制盒也好 都有可能 这个target板 这个目标板呢 通常它的计算能力呢 都不多 没有硬碟 记忆体也很少 所以呢 你呢 可能不是很方便 透过这颗CPU呢 来开发工具 软体 不太容易 我们PC PC本身很强 所以我可以把执行PC上的程式 的开发呢 放在我的P上做 做完之后 用PC来compiler compiler出来的程式呢 就由PC来执行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PC够强 可是targetboard呢 不容易 所以你不太容易 你不太容易呢 用targetboard本身的CPU 跟memory呢 来compiler for targetboard的application 跟应用程式 不太容易 所以通常你需要另外一个机器帮忙 这个机器就是host computer host computer 我跟各位举个例子 各位如果用host computer 去compiler一个kernel 可能需要五分钟 可是呢 如果用一个targetboard 是arm的话呢 可能要五个小时 很久 所以你带Mewmart忍受 这么辛苦的开发环境 所以呢 你需要一个 比较强的host computer 来帮忙 比较弱的平台呢 去做软体的开发 跟系统的整合 这是低限工作 你必须做跨平台的开发 但是呢 如果你现在的PC host computer的能力呢 远不如targetboard 比方说你targetboard呢 是四核心的 你的host computer是286 那你也许就不要考虑这样做了 你也许可以上你的target platform 去做开发 所以通常呢 你的开发呢 都是透过跨平台来开发 那另外一种可能是说 你根本不可能在target platform开发 比方说 你的target platform 现在连OS都没有 连compiler都没有 那怎么办 你就只好在host PC 下面 去发展一个for target platform的compiler 跟OS再给它 所以呢 不在targetboard上 开发的原因 有很多 其中包含了target platform 比较弱 第二个就是 targetboard就是没有软体 才需要你开发 有软体就不需要你开发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 用别台机器 来帮它做开发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如何 如何 如果各位已经确认了 在连入式系统里面 需要做跨平台的开发的话 那各位的问题 就变成是说 请问第一 如何在host computer 来产生出 可以在target板上执行的程式 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何把这个程式 从host computer 把它搬到 各位的target platform 第三 就是请问 如果这个程式有问题的话呢 该在什么地方把它抓到bug 三个问题 所以连入式系统 或是连入式软体整合的开发呢 就有三个主要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呢 请问 怎么样在host computer上 开发出target板上 可以执行的程式 第二个 你把它开发完成之后呢 你如何把程式呢 从host computer 把它搬到targetboard上面 第三个 如果这程式有问题 在compile的时候有问题 或在debug 或在执行的时候有问题 那该怎么样 把这些讯息抓到 怎么样 来通知 使用者 进行软体的修改 这样子 好 这三个主要的工作 好 我们一个一个跟各位介绍 其实这个系统里面呢 如果你想要开发target板子的 执行程式 你就必须产生出target板子 看得懂的 执行档 OK 通常target板子上的CPU呢 不会跟host computer一样 不见得会一样 比如说 你的host computer用的是X86 没有 可是你的target板呢 可能用的是ARM的CPU 好 所以你不太可能 可以一个 可以跑在host computer的 hello world 是可以download到target去执行的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呢 你的hello world呢 在X86上compile 是给X86执行的 上面的code呢 是X86看得懂的 你把code download到ARM去 ARM就看不懂了 所以第一个呢 你不能把程式这样 download下去 第二件事情 你不能用到一些板子上面没有的资源 比方说 你写个hello world hello world扣什么 扣printf 是扣这个 秀一个字出来 你是扣printf秀的 你不是自己写driver的 你是扣了一个printf printf是靠什么 靠韩式库 韩式库 谁写的 韩式库是别人写的 所以呢 你在host computer 写一个hello world 的时候呢 其实是透过了linker 把library link进去 所以别人帮你写了 printf 事实上 如果你是把printf的source code拿来看 你发现 printf呢 也不是library写的 printf是扣了什么 扣了system code 扣了OS的服务 所以呢 如果你要在host computer 上面 写一个可以秀出hello world的字 你可能简单只要写 printf hello world 可是事实上 你需要透过compiler linker library OS driver 全部加起来 才有办法在萤幕上秀hello world 出来 可是这些code都不是各位写的 各位写的三行code man hello world 就结束了 可是呢 中间会有很多人帮各位写很多其他的code 包含了library 包含了OS 包含了driver 所以这个code呢 不能下着target的另外一个很大原因是什么 是target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它没有library 它没有OS 它没有driver ok 所以呢 你必须一个一个搭起来才可以 所以首先呢 我们问说 你可不可以把一个hello world的程式呢 跑在target上 好 你面对第一面对问题就是说 我怎么样把一个c program把它转成 让target machine code看得懂的program 所以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另外一个compiler 这个compiler呢 它本身呢 会吃.c的file .h的file 所以在各位的hostp上面呢 会有两种compiler 一种compiler呢 是compiler给x86执行的compiler 它吃.c跟.h的file 它to to x86的binary format to x86的machine code 让x86可以执行 这种compiler 我们叫做host compiler 给host用了 在host上呢 为了要开发跨平台的程式呢 host上面呢 还要摆另外一个compiler 叫什么compiler 叫做closed compiler cross compiler closed compiler closed compiler的主要目的呢 它也是个compiler 可是呢 它是吃.c跟.h file 它to呢 to arm的instructions ok 所以closed compiler本身 是x86的instructions 因为它跑在x86的host上面 可是它to arm的binary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必须要有closed compiler closed compiler closed compiler ok 第一个 你除了closed compiler之外呢 你可能会在你的程式里面呢 呼叫一些韩式库 如果你的target machine code 已经有OS的话 你可以呼叫一些韩式库 对不对 比如说你也可以呼叫printf 你也可以说要hello world 可是问题来了 请问各位如果在host上面 去写了一个hello world program 要给target来跑 你除了用closed compiler 把各位的.c file 转成arm的instructions set之外 各位的linker 要去link一个library 各位的printf library 请问各位printf library 是什么格式 是target的格式 还是arm的格式 因为当然是arm的格式 因为它是跑在arm的机器上面 所以显然呢 在host上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library 跟各位的host library不一样的 我们叫做closed library 所以host compiler上面有两个compiler 一个是host compiler 吃CH2 X86的instruction 如果你呼叫韩式库 它还要另外一个韩式库 叫做library 叫host library 所以host library host compiler 可以把各位的c code跟h code 把它变成x86的instructions set 可是同样在host底下呢 会有另外两个东西 一个是closed compiler 跟closed library 所以closed library是什么 closed library是arm的instructions set 所以呢 各位把c跟h吃进去之后呢 它如果link了一些library 就link到各位的assembly 这个arm的instructions set 会产生出arm的执行档 这个会放在target上才能执行 这叫做closed development 叫跨平台的程式开发 在切入设计里面 非常重要的程序呢 就叫跨平台的程式开发 因为你必须在host上 透过closed compiler closed library 把它build成一个arm的instructions set 才能把这个binary 这个执行档呢 把它丢到target去执行 而这些放在hostcomputer上 协助使用者programmer 来开发跨平台的程式的这些工具 包含了closed compiler closed library linker armedassembler binutility等等之类的工具呢 就把它给它一个统称 叫做tourchain 工具箱 所以切入设计系统 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是要有个工具箱 要有这些工具才可以 才可以办法开发target preform上的应用程式 或者是系统程式 OK 那各位问我 请问closed compiler 怎么来的 closed compiler是一个x86的执行档 虽然它产生arm的执行档 可是它是个x86的执行档 怎么来的 简单的方法就是download来的 或者去光碟install来的 这个arm的执行 这个x86的执行档 本身已经被build好了 build compiler 已经被compilerbuild好 所以各位的compiler 已经被build好了 所以各位可以直接把compiler拿来用 就像用各位的visual studio一样 用各位的c compiler一样 一模一样 它就是一个执行档 可以产生的call 那library呢 library也是可以 可能是build好的 所以各位拿到 就是glabc.o 都build好的了 所以各位可能拿到的closed compiler 跟closed library呢 都是build好的 那如果没有build好怎么办 没有build好的话呢 各位拿到的就是什么 各位拿到的就是一堆c code ok c code 所以各位呢 拿到的是closed compiler 跟closed library的c code 而没有拿到closed compiler的binary file 也没有看到library的binary file 各位只拿了c code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各位就必须要build closed compiler 請问各位怎么buildclosed compiler 各位就拿host compiler 吃closed compiler的c code跟h code 产生出x86的binary file 这个binary file就是各位的closed compiler 同样道理 各位拿到closed library的c file 交去给host compiler 产生出host的machin code 产生出这个 好 问题来了 这个重点来了 我再问各位 我刚刚讲的是有问题 假设各位有 各位没有library的c code 各位没有 这个compiler的c code 各位怎么办 各位去download source code来 各位去download一个 这个closed compiler的c code 各位有host compiler的c code 各位有host compiler的binary file 各位可以把这个binary file 把这个c code交给host compiler 会产生出什么 x86的执行档的一个closed compiler 所以这个compiler就可以执行了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各位再拿closed compiler 吃library的c code 产生出arm的library 所以各位拿这个library 跟这个closed compiler的binary 放在hostpc上面 让各位来产生出arm的target的platform的code 好 好 正了解吗 理论上 如果各位现在是清醒的 在听课的话呢 应该会有很多问题 问号 在各位头上跑出来了 什么问号 如果各位的电脑没有host compiler怎么办 就download来 或者是去安装来 如果各位只拿到host compiler的c code怎么办 如果各位的电脑没有host compiler 如果各位的电脑没有host compiler 你只拿到host compiler c code 你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所以你必须要找一个 找另外一个机器 另外一个机器 有closed compiler的 请它帮你产生出你的执行档 所以这就回到各位 为什么要学compiler的原因 compiler其实是一个一个build出来的 你从 第一个compiler是谁被 第一个compiler是什么写的 可能是c写的 请问第一个compiler 第一个c的compiler 是用什么compiler出来的 c的compiler 不对啊 我们是说第一个c的compiler 还没出来之前怎么写的 用c写的 所以c是什么compiler的 这会有很多 机身蛋诞生机的问题 各位去研究一下 或是问一看各位的compiler的老师 或者说第一个compiler ccode的人是谁 那各位也知道 这个compiler需要一个程序 那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是跳过这个层次 我们说 请问一个closed compiler 怎么出来的 跟一个library 怎么出来的 OK 所以你需要这么做 可是事实上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这个事情会更复杂 更复杂 各位在接下来的作业里面 也会遇到像这样的情形 通常comp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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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用 the c code 基本上呢 用了非常多的 一些特殊的tag 或者是一些处理的方式 或者是韩式库 之类的东西 所以呢 要compiler 一个compiler 通常都会有一些 版本上的需求 比方说 1.0.2 的compiler 可以compiler 我的compiler the close compiler 所以呢 closed compiler 虽然你有c code 跟你有h code 可是事实上呢 你的host compiler 不见得可以compiler 你的closed compiler 原因就是因为 你的host compiler 多半都是 Institut最新的版本 那他可能不了解 过去版本写 language的一些限制 或者是一些 一些这个 definition 所以因此呢 通常各位在做 build closed compiler的时候呢 都要 再安装一个 专门用来 compiler closed compiler的 compiler 这个compiler 通常比各位的host compiler 先downgrade 各位的closed compiler 所以各位通常呢 在做closed compiler之前呢 都要把各位的host compiler 先downgrade 到某个版本 才能用那个downgrade的版本 去compiler 各位的closed compiler 那当然各位问我说 为什么不去找一个 可以用最新版的compiler compiler出來的closed compiler呢 那也有这种情形 就说 我这个closed compiler 可以透过一个patch 它就可以patch成 可以被新的closed compiler 所以 那不过呢 多半的case呢 都是要求各位 去修正各位compiler版本 可以compiler 这个版本的closed compiler 这样子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问说 请问你怎么造出这个binary 所以呢 那我们说 你需要用closed compiler linker assembler 等等之类的 tourchain 工具箱 放在你的hold上面 帮助你呢 去产生出target的play phone上的程式 这样子 ok 这第一个步骤 就如同各位在8051底下 各位GPC的8051是怎么写程式的 各位8051应该是在pc上用editor 写8051的assembler 写完之后呢 再用x86的一个程式 叫做assembler 把它 读进assembly code 产生出一个bin file 对不对 一个binary file 这个binary file 才去下载到各位的x86上面 所以各位的这个放在pc上 pc可以执行的x86程式 这个assembler 其实就是closedassembler 它是负责产生出arm的binary code 那embedded system 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 好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我产生出来的binary file 怎么把它放在我的target platform上面去 ok 各位还记得8051怎么做的吗 他要求你去烧 做烧录的动作 所以你必须把你的8051拿去烧 什么叫烧啊 烧啊不外乎就是把这个程式 放在某一个位置上 各位有没有烧错过 8051有没有人烧完之后不会动的 应该常有吧 应该常有烧进去不会动的 烧进去不会动 有可能有几种原因 一种是你根本压根没烧 你以为你做完你其实没做完 第二次你真的烧进去了 可是烧不在正确的地方 所以它根本不能执行 那等等之类的问题很多 所以呢 第一个动作是产生出binary file 第二个动作是产生出来之后呢 你把它烧在某个地方去 烧的目的是什么 是让这程式呢 留在各位target machine上面 那因此呢 target machine上面呢 应该得要有一些 电关掉呢 它也不会不见的记忆体区块 让你可以摆这个program 不然的话你烧进去 关掉又不见了 下次打开又要再烧一遍 所以呢 通常会需要一个 叫permanent的一个storage 比如说各位在8051上 可能是Double E-Prom 可能是ROM 可能是E-Prom 可能是Flash 等等之类都有可能 所以target machine上面 应该要有一个 存放关了电之后 也可以永久保存的区块 让电脑开机之后 可以去这个区块地方拿资料 让各位可以把程式摆在这边 让CPU可以执行 所以因此呢 这个板子上面呢 需要有一个空间 来摆放各位的程式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要想要把你的程式呢 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 CPU怎么知道 CPU怎么知道 它去哪边执行程式 每个CPU开机之后 都会有一个开机的动作 它会去某一个位置上 抓指令进来执行 CPU动作非常简单 它就是fetch, decode, execution, stone always在做这件事情 从它开机稳定clock 之后开始就做这个 fetch, decode, execution, stone 它做这件事情 它fetch哪一个指令呢 会不会今天早上开 跟晚上开不一样呢 不会啦 不会 通常不会啦 除非真的是天气恶劣 这种情形 它搞混了 不然的话 不会这样的问题 CPU早上开 晚上开都一样 初一十五都一样 开完机之后呢 它就去哪边抓指令 通常呢 都是很特殊的 比如说0X0000 或者0XFFF CPU在开机之后 去哪边抓指令呢 跟什么有关 跟CPU的设计者有关 他今天喜欢开在哪边 就开在哪边 他如果喜欢5566 他开在0X5566 他就是0X5566 没话讲 所以CPU的designer 他有他自己的理由 讲说他开机去哪边开 CPU开机去抓的指令 这个地方呢 很特殊 因为呢 如果它是RAM RAM一关电 就没有资料了 CPU一开电 CPU能执行去执行RAM的东西 基本上是不会动的 所以CPU执行的 第一个指令的位置呢 板子的设计者 绝对不会把它设计到 指到一个不存在的位置 或者是存在一个关电 关机就没有电 就没有资料的地方 这个不是CPU designer的工作 CPU说 我就喜欢开在0X5566 你就去设计你的板子 所以你的板子的设计者 要想办法把这个记忆体呢 Lay到0X5566 是一个可以融入存放程式的地方 这个程式呢 很特殊 我们之后就跟各位交 这个程式呢 就是各位的Bullloader Bullloader 就是各位电脑开机 有时候会出现一个画面 比如像我电脑就出现Vile 像各位可能出现ASUS 谁秀的 程式秀的 谁写的 各位以后毕业去写的 这程式是各位写出来的 这程式是放在 不是放在硬点里面的 是放在各位主机板上面的 是CPU开机之后 去读的程式 老板说你要秀一个 什么字 Hello World 出来的这个地方 所以那程式是各位写的 那个程式 我们把它简单叫做Bullloader CPU开机抓到第一个程式 叫做Bullloader 这个Bullloader放在哪边 放在一个 关键也不会不见的记忆体 通常都是Fresh E-Prone Double E-Prone Rone 里面 OK 前轮式系统也是一样 前轮式系统的第一个程式 如果你今天做一个程式 要把它放进去 而且你要放在CPU开机的地方 你就必须搞清楚 一 CPU怎么开机的 二 CPU的板子设计里面 哪一块是被对到的 所以各位必须要用方法 把这个程式放在这个地方去 所以各位烧 不是乱烧 烧有分烧哪边 你烧在哪边 开机开不到 所以你必须去 如果你要摆在CPU开机的地方的话 你必须 设计者必须设计得好 让CPU可以办法在一个 关机也不会不见的 资料的地方 找到各位的程式 此外呢 各位把程式 摆在这个地方去 通常都是各位的 Fresh Memory ROM E-Prone Double E-Prone 这些地方 8051 各位做的东西就在做这件事情 把它烧进去 那 嵌入式系统不见得 都是Bullloader 有些是Embedded OS Embedded OS Embedded OS放哪边 OS放哪边 各位OS放哪边 各位OS放哪边 各位OS是放硬碟的 请问那个 Windows的程式放哪边 放硬碟 放硬碟 那Windows程式放硬碟 Windows没有一行程式在各位的电脑 电脑的板子上面 没有 Windows没有 那请问Windows程式被写 叫出来的 是谁叫Windows 放硬碟好好的 躺在那边好好的 你刚刚叫他呢 是被写叫的 显然是被另外一个人叫的 什么人叫的 通常都是各位的Bullloader 所以 如果问你说 我的电脑开机的第一层是谁写的 绝对不是Microsoft写的 应该是我的主机版的提供者写的 比如说 华硕 比方说 微星 这些人写的 所以CPU开机之后 跑的是什么 是跑在主机版上面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P上 特殊叫做 BIOS 叫BIOS 就是各位出现之后 出现蓝色画面的东西 那就是各位的BIOS 那是主机版的第一个程式 那叫做Bullloader 各位还记得Bullloader 有试过蓝色的按键吗 不是可以设定开机的方式吗 有设定过的请举手 有用Bullloader蓝色的画面去设定 开机顺序 或者开机装置的 请举手 没试过的请举手 应该都有试过了 有人没有试过 回去试试看 不要试 不要做其他动作 不要电脑当机回来找我 这个 因为它有format硬碟的指令 那个地方就什么意思 所以显然 显然是 PC开了这个蓝色的画面 Bullloader之后 这个Bullloader 才经过使用者的设定 才知道去哪边抓的 那我要问 请问他怎么知道去哪边抓的 你的电脑怎么知道去哪边抓 桌椅系统 Windows桌椅系统放哪边 那这个要拜这个PC的架构所赐 在PC的架构里面 Windows该把它做些什么 摆在哪边呢 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你今天也可以把你的Hello World 放在那个地方 你电脑开机之后 就不会出现大旗 会画你自己的旗 你可以做自己的这个事情 你可以秀自己的东西 所以在PC的架构底下 这一个呢 是被公开的 非常感谢这个 这个IBM 当时觉得这个不赚钱 就把它公开了 公开之后呢 大家都会做 所以呢 所以PC的主机板的钻写者 跟X8的钻写者 在某程度上 是可以完全不talk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标准的界面在这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嵌入式系统 就没有这么幸运 因为嵌入式系统的CPU 有很多种 少说有二三十种CPU 这每个CPU 又有可能上百种的板子 每个板子的设计都不一样 有些板子lay memory 有些板子lay ROM 有些板子lay flash 又lay ROM 都有 所以呢嵌入式系统里面呢 它怎么开机 跟开机带来的后续处理程式 就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这事情在X86不会出现 在X86不会出现 所以呢 所以呢在X86底下呢 你知道你的OS就该摆在那边 就该摆在那边 我给各位一个硬碟 各位 请各位写一个Hello World程式 用Assembly写一个Hello World程式 在荧幕上秀Hello World這個字 你只要烧得进去 烧到硬碟里面 我就可以拿来开机 开机就出现Hello World 那就当掉了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你就可以说 我会写OS的 其实不是 你只是写Hello World而已 可是我的电脑 是可以boot各位的Hello World Program OK 那只要各位有硬碟 各位在放哪边 就该摆进去 可是X86 可是Embedded System呢 Embedded System就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Embedded System 第一个被开机的人 是谁 是Bloader Bloader怎么摆 Bloader怎么摆 问CPU设计者 问板子设计者 可是呢 Bloader执行到最后呢 可能会去叫Embedded OS 起来 或叫Hello World 起来 可是你的Hello World 该摆在哪边 谁知道 谁知道 Bloader知道 所以在迁入式系统里面呢 如果你要把一个Hello World 你不是Bloader 你是要你的Hello World 摆在各位的迁入式系统上面 你必须问什么 你必须去问Bloader 你Bloader说 请问我放哪边 你才会来Bloader我 所以如果各位今天在 迁入系统的开发过程当中呢 如果是开发Bloader的 你要知道板子怎么设计 你要知道CPU怎么开机 你才能知道 怎么样把这个程式 Bloader烧到哪边去 不然CPU是找不到的 CPU不会去Search 不会 CPU一起开机就去抓 0X0005566 一看没有了 就当掉了 那现在是说 如果你的开发的工具 程式呢 它不是Embedded Bloader 而是一个Embedded Program 比如说像Hello World Program 那Hello World Program 不是CPU开机就执行的 是CPU开一个Bloader 之后 Bloader就叫来执行的 所以呢 你等一下去问一下Bloader 它等一下Bloader 开完机之后呢 去哪边抓各位的应用程式 或是OS 你就问Bloader 比如说 哎呀我等一下 从0X56开始执行 执行到最后呢 我去抓这个 这个 记忆体呢 0X4488的地方 所以显然呢 你的Hello World 必须把它 烧在0X4488 这样子的话呢 Bloader执行完之后呢 才去扣0X4488 那0X4488也好 或是0X566也好 基本上 这些程式的位置呢 地方呢 都应该是一个 Permanent Storage Prom E-Prom ROM Fresh Memory 才有可能 关掉之后还有 这还在 所以各位的Embedded Bloader 各位的Hello World Program 或是各位的Embedded OS 其实都是在这个板子上的 记忆体里面 OK 所以各位的Embedded Application也好 或是各位的Embedded OS也好 放到哪边 你要去问Bloader Bloader 所以呢 你透过一些方法 把这个程式 把它塞在各位的 板子上面的记忆体里面 好 所以当你 如果你塞进去的话呢 代表你的CPU 就会开Bloader Bloader 就会开应用程式 或者是OS 再开应用程式 这样子 好 所以各位的应用程式的开发 做完之后呢 就会下载到板子上去执行 那我们简单 把应用程式的开发 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Bloader 第二种Embedded OS 第三种Embedded Application 这三种都可以用 Close Compiler Assembler Linker 产生出Binary Binary 这三种Binary 之后呢 这个Binary Bloader 要怎么放 要问CPU跟板子 Embedded OS 要怎么放 你要问Bloader Embedded Application 要怎么放 要问OS 所以每个地方摆的都不一样 这三个东西呢 都应该被摆在板子上的 Permanent Storage E的是ROM PROM EPROM EEPROM FRESH 或是HDD 如果你有HDD的话 OK 那 接下来就问说 怎么把它摆上去 刚才是说 我知道了 怎么做出来了 我知道了 应该摆哪边 接下来是我怎么摆上去 好 各位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应该最起码会知道 可以用烧的 对不对 我把IC拔起来 好 把它拿去 烧入器上去烧 各位应该都做过 对不对 应该现在的805 现在我想各位在805的课程里面 应该是先做烧 才学会用S 对不对 没有错嘛 所以 有烧过的请举手 都有烧过了 没错 要烧的 把它拔起来 烧 或交给别人烧 说我要烧到这边 0X5566 好 请烧到这边 所以各位必须给它Binary 给它ROM 请它把你烧 这第一种烧的方法 第二种烧的方法 在千通线的板子上面 有些时候呢 会有一些外部的 硬体的 扩充的 装置 这个装置呢 本身呢 是有一个标准的界面 五根接 五根接角 那各位呢 可以透过这五根接角 把各位要烧的 质量传进去 里面呢 有个硬体的控制器 这控制器呢 会根据这五根接角的命令 知道说 原来你是想要烧在哪边 这种情况之下 也可以烧 就不用拔IC 那是因为板子上面 有一些特殊的 IC跟结构 它可以帮助各位烧入 这也可以 第二种 也是透过硬体烧入 可是呢 是透过这个 一个装置来烧入的 我们下次上课 跟各位介绍 第三种烧入 不要那么急 不要那么急 还没讲完 讲完 讲到一个阶段 我们刚讲烧入嘛 拿起来烧 放板子上烧 第三种怎么办 第三种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在硬碟上面 我也可以硬碟 我把它烧进去 把它擺 插到我的host computer 把它烧进去了 把硬碟拔起来 插到板子上面 如果板子上有支援硬碟的话 这样怎么办 CPU可不能开机 看得懂硬碟 不可能 CPU不可能开机 看得懂硬碟 所以CPU开机就是跑一个bloger bloger如果看得懂硬碟 那各位就有机会 把compare好的程式 放在各位硬碟底下 让CPU去开机 开bloger bloger又看得懂硬碟 就把硬碟的资料 howlower load起来执行 所以三种情形 一种是直接烧 通常是用来烧bloger 第二种是间接的 在板子上烧 通常也是烧bloger 有时候也烧embedded OS 有时候也烧application 第三种 多半是用来烧embedded OS 或application的 就是你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装置上 把它放在flash上 你把它放在manhardy上 你把它放在网路边上 请这个bloger开机之后 去驱动了网路卡 去驱动了device driver 去驱动了硬碟 去驱动了flash 然后再去读上面的资料 好 所以我们很简单 跟各位整理一下 今天学的东西 我们跟各位介绍了 嵌入式系统的开发环境 分成嵌入式硬体开发 跟嵌入式软体开发 切成硬体开发 就分成soc的开发 切成是系统的开发 切成系统软体开发 跟应用软体的开发 那告诉各位 第一种开发环境 需要一个比较特殊的 FPGA的环境 各位适合在数位逻辑 或者是系统晶片实作上的学习 各位一旦有了soc晶片之后呢 就需要做系统开发跟整合 这时候各位需要一个像这样的工具 有硬体有软体 软体的开发分三个最重要的程序 第一个程序包含如何把程式变成binary file 让ARM看得懂 第二个是怎么把程式放进去 第三个是如果有bug怎么处理 我们刚刚跟各位介绍的第一个步骤 很快的跟各位介绍的第二个步骤 怎么搬 那下礼拜我们从怎么搬开始介绍 再跟各位介绍怎么搬 跟怎么debugging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就要跟各位第一个homework 让各位练习一下我刚刚讲的对不对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